接下來我們會做一個伸展三頭肌的動作 即是手臂後面的肌肉 由肩膀刺到手肘的位置 我們會將一隻手板 放在背部的正中央 如果用背面的角度看 就會觸碰在背部的中間 然後再用另一隻手 右手壓住你的手肘 固定住位置 再將左手的手掌 用力向下伸 當是側面的時候 就會用右手壓住手肘 再向後拉下來 固定住手掌的位置 然後在這個角度 做五至十下的深呼吸 而每一次 深呼吸完之後 就會將這個手掌 再向下伸多一點 然後就將這個動作 維持到五至十下的深呼吸之後 就為之完成了 再向右手做同樣的動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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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下的深呼吸 然後完成了 然後再向右手做同樣的動作 再加一步